阿朗伊 屏東縣政府2012年1月18號召開的 旭海關一帝自然保留區審議委員會 決定阿朗伊古道開發還是保留原貌 當時環保團體首拿海報旗幟 在屏東縣府外大喊搶救阿朗伊 審議會場則是支持開發台26縣的屏東縣 牡丹鄉 滿洲鄉 以及阿朗伊古道沿線居民百余人 首拿審議不公抗議牌子 大喊尊重當地居民權益 要求平縣府停止審查 面對反對跟支持兩派抗議聲浪 屏東縣政府最終還是將旭海關一帝 化定為自然保留區 這次屏東縣長選舉 阿朗伊古道生態環保議題的 台26縣南田至旭海斷貫通 简太郎跟潘孟安兩人不同調 简太郎支持貫通 潘孟安提出因從整體發展角落 來思考規劃 雖然最後由潘孟安當選 但台26縣要不要貫通 也再度引發當地居民討論 這個東海岸頭這邊都是不方便啦 要醫療啦 我們這個百姓買菜啦 交通反正都是不方便 所以我們政府現在能不能說 給我們方便啦 這個道路啦 連加油 加油你看我們還要繞到車程 還很遠 保留下來很重要 因為你有你就有希望嘛 沒有你要談什麼 保留區的關係 所以他們漸漸也在發展另外一種 生態觀光的產業發展還不錯 那發展到現在已經兩三年了 然後如果真的又開通了 說會不會前功盡棄 恆春半島是屏東重要觀光區 但居民遭受交通不便 醫療資源匯法所苦 選舉前屏東縣長候選人简太郎 打著當選後開通政見 反觀潘孟安則對臺26縣沒有明確表達立場 如今當選上屏東縣長 臺26縣是否維持縣長曹啟宏原本的政策 許多人也都在觀察 記者歌手屏東牡丹採訪報導